大家好,欢迎来到阳光新西兰,我是珊珊 上一期呢,跟大家介绍我的这个枇杷树 这一期呢,跟大家介绍我的桑树,我的桑肾呢,现在也快成熟了 这两个 尝一下 这个桑树呢,吃过的朋友都知道 它呢,它不像一般的梅子,像草莓啊,都是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 它有一种很深沉的,醇厚的一种果木的香味 因为桑树我们知道是很大的树嘛 它真的是味道很独特的 我也不敢多吃了,赶紧攒着点给孩子们吃呢 孩子们也等了好久了 桑树还是比较容易种植的一种树 它的这个千叉呢,特别容易成活 无论是你插在土里啊,还是插在这个水里 它都特别容易生根,也不需要加另外的生根剂 特别容易生根 春天的时候呢,就可以剪些枝条 来扦插啊,就是克隆 所以以后呢,也不需要再另外的架接了 你从哪棵树上取下来 就跟那棵树上长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果子了 一开始截的果子可能会小一些 但后面等树长得茁壮了之后呢,截的果子会越来越大 桑树呢,是可以长得很高很大的 但是小庭院呢,也是可以通过修剪呢 来减少它所占用的空间 来适应自己的需要 所以我的计划呢,是让这一棵桑树的这一个主枝啊 就一直往这不断的生长 一直不断的生长,然后一直一直一直到这儿 这样呢,就能发出很多更多的枝条来了 那么这边长的玫瑰呢,现在开的正硬 这个玫瑰呢,可能以后呢 我会这边做一个花架,让玫瑰在这边爬了 然后这边呢,就都是桑树 那这样呢,以后呢,就能进小的空间内啊 又能接更多的果 然后又不挡其他植物的光啊 我是这么设计的 院子小呢,就要进大 可能的利用好各种空间 上面呢,是桑树 然后中间这一排呢 我种了黑莓 黑莓呢,现在也在开花 也在盖接了 然后呢,我今天还买了很多的这个 各种的姜果类吧 前一阵子呢,超市爆出来了 冷冻姜果导致假肝的那个事件 新西兰本地的超市都快召回那些姜果 吓得我呢,全都给倒掉了 不敢吃了 然后呢,我就想 还是自己种点这种姜果 因为新西兰特别适合种 所以呢,我就今天呢 又去这个附近的一个苗圃 买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是叫Red Currant 然后呢,我已经有一颗Black Currant了 然后呢,这个是Goseberry Goseberry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叫 我还没有查一下 然后也是两种颜色的 这个是绿色的 然后这个是红色的 所以呢,我准备把这些姜果 因为这些呢 他们喜欢阴凉的地方 他不喜欢这个阳光很充足 他们需要一些阴 所以呢,等这边的这个 蚕豆熟了以后呢 我就种在这边 这样孩子们呢 走过路过的时候 哎,这边又是各种梅子啊 各种就摘着吃啊 作为一个小孩来说 我觉得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然后这些蚕豆呢 上次还没这么大 现在都已经接得快 快要熟了 快熟了之后 我就会全部砍掉了 这边呢 我种了一些草莓啊 这是金菊 然后这边是那个蓝莓 然后刚才我去逛的那个苗圃呢 新西兰本地的朋友 我想跟大家推荐一下 叫卡帕迪扣斯 这个地方呢 我感觉进去规划的很好 它每个月份成熟的水果呀 都给你标识 一月份成熟什么水果 给你标的很清楚 这样你购买水果的时候呢 你就有数了 我想要一年四季 这个水果不断 我每个季节种什么 它给你标的很清楚 这里呢就向大家推荐一下 我今天呢 也是买了一大堆的树苗 我本来呢 在它的网站上看到 有那种叫冰激凌果 就ice cream bean的那个树苗 结果我去看了以后呢 没发现它们卖霉了 所以比较遗憾 今天没买到 如果新西兰本地的朋友 有这种这个 叫冰激凌果的这种树苗呢 赶快联系我 就是我也想种一棵 因为这个之前也吃过 觉得挺好吃的 也是增加一个品种的多样性吧 自己院子里面 是增加一个品种的特色 在某些之前 可以说立即对 因为是增加一个品种的震撼 在某些市场上 麻烦 在某些市场下